我每次做完法师都要奖励一下自己 记住 穿了一件童话水炮 性感一点 这个死变太是个酱头师 他还养了个美艳的女鬼 这么辛苦 一定要奖励一下自己 每次他害完人后 都会让戴波波附在小美身上 玩一些变态的橙色游戏 时间久了小美也受不住 说什么也要离开他 没想到迎来的就是一拳 接着又被推到沙发上 挨了整整上百个鞋底子 晚上小美借酒浇愁 高大强一看赶紧拉他入伙 我们两个合作 替我哥哥报仇 傻精兵 我求求你让我走吧 要是让他知道我见你 一定会打死我的 他老是虐待你 这盒子有什么分别 大家都是说话 也为什么不合作 这时光头突然对他施法 高大强一看这是个好机会 立马开始寻寻善用 你听我说 只要在你老公身上 拔下一根铁毛 然后放在盒子里 以后的事 你交给我就呗 你相信我 就算给自己一个机会 原来高大强 居然也是个将头师 光头察觉到不对后 立马开始折磨小美 抽了他一顿后还不解气 又拿起施过法的特殊小面人 在胳膊上划了一刀 而小美身上也出现了 同样的伤口 随后他抓起一把钢钉 小美这才屈服 光头听完骂骂咧咧走了出去 哼我最爱看人家垂架死光 我就送你一家团聚 可他却不知道小美刚刚 已经悄悄拽了他一把头发 晚上高大强正在争桑拿 被光头借点火的功夫 在手背上中下美人土 很快高大强就晕了过去 开始和戴波波约会 这时手上的香烟把他烫醒 高大强这才躲过一劫 光头看到这一幕后 立即回家开谈做法 高大强知道他不会善罢甘休 一口气喝了上百瓶脉动 用尽各种方法抵抗睡意 可这一切都是徒劳的 光头看小面人燃起火焰 还以为自己成功了 就准备奖励一下自己 可当他来到卫生间后 发现身上全是魔鬼图案 光头这才明白自己重疾了 可不管怎么折腾 睡意还是如潮水般袭来 小美见此眼睛一亮 赶紧过来火上浇油 听着耳边的摇篮曲 光头很快陷入了沉睡 眼看光头还想反抗 高大强当即就笑了 谁让谁入梦 谁就是主宰 你不知道吗 我在马来西亚学巫术的事 你还不知道在哪的 你的时空奶差也是我的 你比我早学怎么样 这种事要讲实战经验 不是纸上残兵 始终都是我最厉害 高大强也不跟他车嘴皮子 用行动证明了 谁才是这里的老大 当光头被收拾得不能动弹时 高大强反手召唤出几个大汉 你不用怕 我这些朋友虽然长得不好看 但他们比波波温柔得多 随后光头就被拔了萝卜 一直被捅穿才罢休 而小美也找到高大强 把黄狗的遗产交给了他 高大强也爱上了这个女孩 还邀请他一起出国 可就在两人准备离开时 高大强的手背上 突然出现了一张美人图 原来小美也不是省油的灯 就在那边了一张美人图